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湿疹 湿疹又叫做皮肤敏感 又叫做疯懒 又叫做肢质性皮炎 那为什么会有湿疹呢 就是原来我们皮肤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细胞 这种细胞叫做肥大细胞 英文叫做Mast Cell 这种细胞里面有抛的物质 一抛的物质就叫做果粒 那当细胞受到刺激 这个肥大细胞就有果粒的物质 全部倒出来 即是分泌出来 那果粒里面有三种成分 有一种叫做组织胺 有一种叫做类异蛋白霉 这种是血清素 好了 这个组织胺 它原来可以舒张皮肤的微书管 那微书在舒张 那些水就会滲出微书管 但是那些水就出不了皮肤 因为我们皮肤是不会容许它的水 说吹就吹 那些水滲出了皮肤的微书管 就会令皮肤肿肿了 所以濕疹的一个症状 就是皮肤会肿肿了 那第二 那些水就会压住皮肤里面的神经细胞 那当神经细胞受压 当然是有个反应 当然是有感觉 未知到尖尾到觉得很痛 但是觉得很痕 所以痕就是濕疹的风冷的其中一个症状 微书管就舒张 那舒张的时候 微书管的红血球都会滲出来 那滲出来之后皮肤就会红了 所以濕疹就会又红了 又肿又痕又痕 那原来就是因为肥大細胞受到刺激 那这种就是有些是转天气 或者做完运动就会出疹的 但另一种疹的原因就是食物引出来的 但不是某一种特别的食物 不是量的问题 不是质的问题 是量的问题 譬如说你很喜欢吃奇异果的 你吃得很多又会出疹的了 你吃一两只芒果未必出事 但这十五只芒果就可能会出事 就是因为当吃了太多的一些物质 它就会令到免系统 就以为很多敌人来了 就算分别一种叫移型的抗体 这个移型抗体一出现 它就会刺激皮肤的肥大细胞 于是又会分泌组织 又会输出微书管 所以那些人就说 你不要吃芒果、虾蟹、牛肉 因为芒果、虾蟹、牛肉是会发的 如果芒果、虾蟹、牛肉令到每一个人都发 芒果、虾蟹、牛肉就是毒药了 没有人吃得到 但真的很多人吃得到芒果 很多人吃得到虾蟹、牛肉 那个要点就是没有吃过量 一过量就会引出这个移型的抗体 于是就引起那个敏感反应 这个濕疹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肥大细胞 如果我们能够抑制这个肥大细胞 那就不会有濕疹 有一个健康食物 就叫做绿茶素 因为绿茶素 绿茶素EGC 之前可以抑制肥大细胞分泌里面的成分 所以绿茶素可以帮助 另一个就是叫做洋葱素 这里的研究报告 因为Cursetin五腔黄酮 很多人叫做洋葱素 洋葱素也可以作用在肥大细胞 是有些抗氧、抗敏感的反应的 因为洋葱素也可以抑制肥大细胞 令到它不能够分泌那些组织胺 类似蛋白酶 所以这里有一个研究报告 太多的物质 就会引发一种抗体 叫做Igene的抗体 它就会引发肥大细胞 degranulation 分泌果粒的成分 所以什么都可以吃 但不可以拼命地吃 不可以吃过浪 吃得太多就会出事 什么都是 小小的就OK的 如果真的出了诊 就用绿茶素、洋葱素 就可以减低反应 减低肥大细胞的作用 就减低了所有的敏感反应 请不吝点赞